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哥 我才更难过 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 不过现在好了 他也成为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如果 这次他能够活着回来 我一定不会再让他做汉奸了 就算日本人打断他的腿 他再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我都要努力地赚钱 撑起这一家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希望 他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梁东哥今天发现 李婉不仅精灵可爱 还有一颗善良和正直的心 东哥 你愿意和我去拯救他吗 他觉得不能只利用他 也该在他最困难的这个时候 我愿意帮助他 对 刚才在我身边的地方 他就在我身边 他就在这些中国人 我看到的 李婉不仅精灵 李婉不仅精灵 我能够更有根 但他们没必要 那生命能够 不仅仅仅仅是这样 採用 是 我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你去铺 我认识的是你 我认识的军事 你不是说人铺 他的家人 你不是永远的 上班人逃逃 我愿意发现 你刚才帮我认识 我认识的原因是 我认识的军事 我认识的军事 我认识都知道 我两人看不完 我认识的军事 特攻組織にやってもらったからだ 私は早くから君に注意していただ タンフォーファンが察し通りになると思ってはいけない 君は奴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 奴は必ず真相を突き止める タンフォーファンが最近きついだろうか ここ数日の様子を見ていると何も変わったことはない 逆にスーパー一体の反日勢力のこと 熱心に私に語っていた 情報の正確性は? 義勇軍を二度包囲して 一つは空だったが一つは食料倉庫だった 新数順の情報にしてもかなり正確で 出撃すれば収穫があった よかった タンフォーファンがもうすぐ我々の同僚になるだろう うまいしろは何度かすったが 結論となるとまだ何とも言えない もう少しやつを試してみよう お考えは? もう少しやつを総統作戦に出して試してやろう そんな時あった人に He has killed 명 stand by 共産党の反日勢力の結果 それでも何がわかるだろう それからでも遅くはない 山田先生の考え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 憎 votre思いは Some average 90、100倍高い warm あー 話はこっちが分か reinforce 誰が来よし はい 这个是哪里 对 你快点通过 是 山田先生 唐司令 你又亲自送情报过来了 这几天 你提供的情报都很及时啊 我们因此打了好几场胜仗 我已经向军部 提出对你的嘉奖申请 谢谢山田先生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请坐 对了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 山田先生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你是不是 对我派给你的秘书 楚小姐 不太信任呢 是不是这位漂亮的楚小姐 给你告状我欺负她了 那倒没有 我主要是看 你每一次都自己亲自送情报来 其实这样的事情 交给她跑跑腿就行了 行 山田先生 以后所有的文件 我都让楚小姐给您送来 女孩子嘛 比较心细敏感 你什么事都不让她做 她反而会觉得 你是不信任她 山田君 我不得不说啊 您对女人比我了解 唐浩峰是不是已经怀疑楚香雪了 为什么每回情报 她都绕过楚香雪 直接送到山田手上 我想她应该是出于谨慎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她向山田提供的情报 这跟楚香雪无关 你换一个别的什么秘书 她也会这么做的 没想到唐浩峰 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做起特工来也这么厉害 滴水不漏啊 我早就说过 千万别小看了她 比取专业特工来 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我们现在的重点 不是讨论她的特工手段 和特工技术 现在 我最担心的是 最近我们新四军 几次被日军偷袭 是不是和她提供的情报有关 如果是 那就太危险了 如果这件事真是她干的 这样的害去之马 绝不能留着 杀她容易啊 可是杀了她 我们又如何 才能再在日军的 军事顾问团里 埋下我们的卧底呢 你要知道 唐浩峰是个顾问团里 唯一的中国人 连我都没能混进去 你不觉得 杀了她 是对整个抗日力量的 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吗 可她出卖新四军 就该杀掉了 这一切都是假设 希望楚香雪 能够早日拿到 唐浩峰提供的这些情报 只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中共重建后新四军 近期间有重大行动 新四军第一师正在海岸一带 隐秘几节 很可能将突袭李长江部 速将此情报 透露日方 不除掉李长江这样的叛徒 反而要借日本人的手 陷害初歼的部队 是天理何在 司令 李长江 是什么人啊 在投靠日本人之前 曾是鲁苏晚区域 游击军的副总指挥 双手沾满了 民族同胞的掀血 我早就想亲手杀了他 那怎么办 这是上面的命令 这上面明说是最高上红的知识了吗 这个 倒没有 那就是说 很可能是送戒的意思 如果您这样理解 好像也没有错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 那天晚上你去取情报 被楚香雪发现了 他不但没喊人抓你 反而故意和滕泽说话 引开了他的注意力 是的 所以我觉得 他的身份很神秘 我甚至怀疑 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 司令 你突然这么问我 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我只是随便问问 可以肯定的是 楚香雪 深受山田的信任 才故意把他安插在我这儿 来给我当秘书 这只能说明 他隐藏得太深 连山田都骗过了 不过司令 我觉得您 还是应该提防着这个楚香雪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的话 他可能帮你 他同样也可能置你于死地 好了 不许管他了 接着读下一方 是 楚小姐 在 需要我做什么吗 唐先生 把这份档案 亲手送交给山田所长 好的 等等 这个是份忠料情报 您这么说 我都不敢送了 要不您在这个风口上 贴个封条 那倒不必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楚小姐 我想对你说 以后对我唐浩峰 要是有什么话 就当着我的面直说 我是不想通过山田的嘴 听到你说的什么其他话 我其实 我其实只是想说 在这个情报所里 你楚小姐是 最值得我信赖的人 唐先生您真会夸奖人 我可不是当面恭维你 我是想说 在你我身上 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我还是 赶紧把这个 送给山田先生吧 楚小姐 楚小姐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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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中公重建后的 新四军近期将有重大行动 新四军第一室 正在海安一带隐秘集结 很有可能将突袭 立场降落 原来出卖新四军情报的 竟然真的就是他 小姐 箱子还是我来拿吧 不用了 梁东哥已经去那边叫车了 一会儿就过来了 小姐 这连小事你都不让我做 这我孟小峰真是无地自容了 我不会怪你的 就算是日本人 不逼你赶我们走 我也不想在这儿住下去了 你们慢点 你把负费弄费了 快点 嫂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我们都不要它了吗 为什么不要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哥 自己花钱买的 因为我看见这些东西 我心里面就堵得慌 还有啊 我们现在只是租了一间 很小的房子 这些东西根本就塞不下的 什么 一间 那你让我们怎么住啊 李婉 夫人 车子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快走吧 还有啊 你们把东西都搬回去吧 嫂子 来 来 来 累坏了吧 快快点歇会儿 没事 外面还有一只大箱子 我先去把它搬回来 怎么样啊 嫂子 是不是特别不错啊 你不知道啊 这都是我跟梁东哥的集图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这个低端的房间啊 可难找了 我们啊总算是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皮子 才跟冯东谈好的 对了 嫂子 你看那边 下去啊 就是一个小公园 公园再往前走呢 就到了一个电车站 这个电车站后面啊 有一个菜市场 而且呢 还有可以买到日用品的小货摊 你说我们到哪里去找 这么合适的房子啊 房子好不好 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婉儿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能干 你哥不在 幸好有你 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是辛苦你了 嫂子 都是一家人还这么客气啊 其实啊 不是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能干呢 不过说实在话 这两天啊 可真是累了梁东哥了 他辛苦 我看他帮咱们 不过是让他自己心里好受点 要不是他 你哥能乐此淡淡吗 看见他我就生气 嫂子 你还真以为他们抓我哥 是因为他护着梁东哥吗 你想想看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干吗不把梁东哥 一块儿抓起来啊 嫂子 你就醒醒吧 他们现在啊 真的就是一直在利用我哥 你看现在 山田被炸伤了 还有好几个药院也被炸死了 他们现在就把这笔账 统统都送在哥哥的身上了 他们这叫什么 叫早有预谋 就算是没有梁东哥 他们也一定不会放过哥哥的 反正我就觉得 梁东哥就有咱们俩的客星 算了 算了 第一天搬进来 我不想领床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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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他了 就这一张床 这晚上我们怎么住啊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挤在一张床上啊 那你也看到了 这个房间就是这么小 只能放下一张床嘛 不过呢 我跟房东已经说好了 咱们隔壁的那一间月底就到期了 到时候呢 咱们把那一间租下来 那一间比较大 可以放下两张床的 什么 现在才刚过失误 要到月底 聊多久啊 嫂子啊 你呢 就将就一下吧 我都想好了 如果那个时候哥哥出来的话 咱们就把这两间都租下来啊 到时候呢 让你们两个人住大的那间 你哥哥回来我们还住这儿啊 我看你想在这窝一辈子 我不管啊 到时候 我一定要搬回特工小药楼 我可不想在这受苦 就算他能回去 我也不想让他再做罕见了 你还嫌你给你哥哥惹的麻烦不够大 这种造反的话也说得出来 以后最好不要再听见 我为什么不能说呀 我在自己家里面说实话还不行了 再说了 什么叫造反啊 我看哥哥以前帮日本人做的那些坏事 才要真正的造反呢 你 先别收拾了 我们先去吃饭 回来再弄吧 那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不去 邀请你们自己去吧 你还真生气啊 你还真生气啊 走了吃饭了 我不饿 早上起得早 你们俩走了 我带我清静 那我们先走了 好了 那我们去吃饭 你嫂子不愿意一起出来吃饭 是不是因为我 我嫂子她没有那么重视你呢 她现在难过的 是她那些养尊出拥的日子 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 我看啊 就比我哥坐牢更让她揪心呢 说起来 由摄入简难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倒是你这个大小姐 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太强了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你又在编这番地损我了吧 我没有在损你 我是在夸你呢 反正我知道 你以前啊 肯定烦死我了 所以呢 现在才发现我的好 前面那个餐厅 你先进去点菜 我去办点事 很快就回来 怎么突然有事啊 你要去哪儿啊 别多问了 听话 在店里等我 我 你买不买呀 谁 любisso 看来良东哥 投靠 李秉原的消息 肯定是没错啦 区长 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现在楚区长的尸体 还没有找到 特工部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也只有这个良东哥 能告诉咱们真相啊 真相已经很清楚了 李秉原 他现在吃着宫死 最后陪着他老婆和妹妹的 竟然不是孟小峰 而是我们眼前的良东哥 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我甚至怀疑 梁东哥他早就是 特工部的人了 说不定这次 楚区长遇害 就是他一手策划出卖的 区长你还记得上次吗 萧掌柜他们 在四季药房开会 被敌人一棍端了 可恰巧当时 梁东哥不在上海 您不觉得这很蹊跷吗 你说这个梁东哥 会不会是假头强 我始终也不能相信 他会亲手杀了楚区长 不可能 就是假叛变 也应该是楚区长 也轮不到这小子 再说了 李炳元再蠢也不会蠢到 分不清楚区长 跟他哪个利用价值大吧 到现在 护医区的特工 已经全居覆没了 可他呢 他现在还挽着 李炳元的宝贝妹妹 逛大街呢 您不觉得 这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你说得对 在这种非常时期啊 我看宁肯杀错 也不能犯过 咱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分子 再在咱们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了 这是一批硬火呀 听说刚到地方 还没来得及 送进仓库 就被一抢而关了 山天君 晚上 我就把你那份给您送过去 你真是太客气了 还要你亲自跑一趟 跟你一起做生意 我真是选对了人 我什么都不用干 就剩数钞票了 要是没有您的照顾 我的车队 哪能这么一路畅通啊 您才是我的财神爷 对了 我手里啊 还有一批紧俏货 要马上送出去 可是我听说 最近日本宪兵队查得很严呢 就连您给我的那个 特别通信证都不管用了 这件事我知道 最近苏晚一带 抗日游击队活动频繁 我们的倾向却进来得很不顺利 均不怀疑有情报和走私药品 盲困过关 你看 你走货的路线 能不能变通一下 这个呀 我还真没办法变通 说白了 咱不就趁着打仗物资紧缺 才做点投机生意吗 越是危险 越是进不去货的地方 我们就越能够把价钱抬上去 要是这生意谁都能做 或谁都能走 那还有什么游水可赚呢 好吧 我马上想办法找宪兵队 拿到最高级别的 战时特别同情证 如果顺利的话 你晚上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交给你 那您就分心了 我就不打扰您的工作了 咱们晚上见啊 怎么样 山田已经答应了 今天晚上就可能拿到通信证 太好了 对了 我刚刚接到敌工部发来的电报 我们送去的那批药品 他们已经收到了 李正伟还在电报中 特别感谢您 真该感谢的 应该是他们这些 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志 所以无论如何 哪怕是有再大的困难和危险 我们都一定要保证 这条秘密送货通道的安全畅通 是 电报里还说了什么 唐昊峰泄露新四军 机密的一件事 已经查出来了 到底怎么说 他们对比了 楚香雪偷出来的 所有牵包线索 经过证实 鬼子正是通过这些线索 对新四军进行的袭击 虽然几次交火 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上级领导还是认为 这次泄灭事件 性质恶劣 情节十分严重 那上级有没有什么 具体指出我们怎么做的 立刻制裁唐昊峰 除掉这个海军之马 什么 除掉唐昊峰 楚香雪刚刚安排到他身边 除掉了他 敌人心脏这根线就断了 所以这个事一定要慎重 我立刻打报告 请求上级对他的制裁行动 再做珍重 一会儿你就把电宝发出去 山田君 唐先生 请坐 谢谢 我有要紧的事情想找你商量 山田先生 那没什么事我就出去了 你不要走 这件事跟你也有关系 一起坐吧 好的 唐先生 我就开门见山了 山田君 有什么话您请直说 最近我们 在苏万一带的青香战斗 打得很不顺利 上个礼拜 我们一批军需车 在南通附近被新四军劫了 军务处处长当场被打死 我们损失惨重了 这个消息我听说了 我真是恨透了这些游击队 想打他吧 他躲起来 你找都找不到 可是只要你一大意 他就不知得又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 打你个措手不及 这些日子 在前方指挥的小林中佐 简直伤透了脑筋 他一直给我和腾子打电话 恳请我们 给他选派一个得力的助手 沈田军啊 说心里话 这个事情也难为小林中佐了 他手下那帮黄邪军 都是一些投降的散兵游泳 一帮贪生怕死的人 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唐司令所言极是 只是不知道 能不能请动司令的大家呢 我跟滕泽大佐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没有谁能比您更合适了 咱们可有言在先的啊 我在您这儿工作 只负责提供军事情报 和军事上的建议 我唐浩峰 绝不可能带兵打仗 调转枪口 屠杀我自己的同胞 你放心 我们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都计划好了 这次派你去前线 是以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的身份 你根本不用动刀动枪 不过除了军务处的工作 我们希望你能实际担任 小林中佐的军事顾问 这件事军部已经批准了 调令这两天就要下来了 那就是说今天您找我来 不是商量这个事来了 是随时让我准备领受这个任务 是吗 可以这么说 我答应你最多三个月 一定把你调回伤害 另外我会派楚小姐跟你一起去 再带一部电台 作为我们之间的专线联系 楚小姐 你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一切听从所长安排 尚天君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事嘛 容我回家跟太太商量上班好不好 这样吧 一周后处罚 这几天你就不用来所里上班了 多点时间陪陪太太吧 如果有急事的话 我会让楚小姐给你打电话 那就是说 我们两个只能复杂了 楚小姐 你这件衬衫挺漂亮的 在哪里买的呀 是吗 你喜欢吗 喜欢我帮你带一件 改天我们一起吧 好啊 你赶紧去吃饭吧 晚上还要值夜班呢 那好 那我先走了 楚小姐再见 好 回见 来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不等他了 三雪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小雪 赶快过来吃 我在巷口买了你最爱吃的锅铁 怎么 没陪大小姐吃晚餐呢 怪不得我这两天啊 浑身上下都没劲呢 原来好几顿都没吃你做的菜了 我发现啊 吃什么山珍海味 都不如回家来和你一起吃饭香 真会说话 怎么着 你们最近还天天山珍海味呢 哪有啊 他现在比我还省 真没想到经过这场变故 他会改变这么大 最近 你每天回来都听你唠叨 他这也好 那也好 又能干又会过日子 还有爱国主义的热情 我看啊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好女孩 只不过 是你原来没发现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 我从前最不喜欢 他那个大小姐的刁蛮脾气 不过现在他改了还蛮可爱的 而且啊 有时候 其实我还挺同情他的 听到梁东哥夸奖李婉 楚香雪不知道让梁东哥到李婉身边是对还是错 他觉得有必要对梁东哥悄悄警钟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你能这么快地投入到工作中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你憋自己的正事还没干 先被人家的糖衣炮弹给打中了 李婉她就是再好 她也是李炳元的妹妹 到了关键时刻呀 人家会维护她哥哥的立场 不会像着你的 香雪 你不了解她 你对她有误解 李婉跟李炳元不是一种人 我甚至有时候会想 李婉有一天 搞不好会变成我们的同志啊 我们的同志 现在才不到一个礼拜 你就越来越处处都向着她护着她了 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吗 香雪 你真的误会了 我对李婉真的把她当成小妹妹一样 我根本对她一点那种感情都没有 那不是因为她哥哥是大汉奸李炳元 而是因为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 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是你跟我说的 我们两个的心连在一起 永远都不会分开 我 我在跟你谈工作 我没有跟你谈感情的事 赶紧吃饭吧 菜都凉了 多吃点啊 我估计你可能吃不到我炒的菜了 你要离开上海出差 差不多在一周之内吧 去什么地方 要去多久 中间我还能去看你吗 我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啊 那 那你走了之后 我还要执行每天陪李婉的这个任务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会换一个联络人来跟你联系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担心这个 香雪 你能不能请示一下你的上级 跟她说让我和你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 我现在在很严肃地跟你谈工作 我也很认真的在跟你谈工作啊 香雪 你想想看 李炳元现在被关在日本人的大牢里 生死未卜 她到底能不能放出来 什么时候被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还会再进特工部 这些事根本就是遥遥无期的 况且我早就叫李婉说服她哥哥 不要再做汉奸 这次她已经铁了心 不会让李炳元再为日本人卖命了 所以你们要利用我跟李婉的感情 去接近李炳元 再让我潜入她的特工部里面做卧底 这样的任务根本就是毫无指望 毫无意义的 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一个多优秀的特工 可是我总觉得有更重要 更有意义的事让我去做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窝囊 很没用 我真的很怀念当初跟你叔叔 还有大姚兄弟 我们一起成恶出奸的那些日子 香雪 我觉得那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啊 东哥 你别着急 坐 你先坐下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会向上级反应的 不过 在上级做出任务调整之前 我觉得你还是要一丝不苟的 执行好你的潜伏任务 还有一点你是要相信的 上级给你安排的这些任务 绝对不可能是心血来潮 或者是考验你的忠诚度 他们对突发事件 还是有一定的调控能力的 我明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今天我在街上遇到马俊 他好像在跟踪我 你是说 那个呼尔区的区长 对 就是他 在爆炸案发生之后 我曾经去找过他 可是他已经搬走了 而且也没有留下一点线索 那也就是说 你跟那个地区的特工组织 全都失去了联系 呼尔区就剩下我一个 其他地区的特工 我只认识马俊一个人 我知道了 是他不信任你了 对 你当时见他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那时候是中午 我刚帮李婉他们帮完家 然后我跟他出来吃饭 就在街上遇到了马俊 他看到你和李婉在一起了 他一定认为你叛变了 我也猜到这一点了 所以我才想过去跟他解释 可是他根本不给我机会 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不会相信一个 他只见过几次面的陌生人 更重要的是 大遥和我叔叔现在都不在了 你说得对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找到证据 来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老板 上级还没有答复 不过敌工部又催促我们 尽快制裁唐昊峰 李政委还说 对于像唐昊峰这样 破坏抗认团结的 国民党敌对分子 绝不能心思手软 要杀一净百 难道唐昊峰这一次 真的在劫难逃了 他竟然还会死在我的手上 不过李政委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唐昊峰一天不出调 新思军一天就面临被出卖的危险 这件事我会尽快下决断 对了 除香雪不是约好今晚要来吗 我已经派李姐去接他了 应该一会儿就到 好 那你就留在家里等他 是吗 我要去山田拉你他 今天晚上我必须拉到特别通心症 还有离别那件事 我也趁机探探他的口风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我们想象得好要麻烦 不然这么久了 人一种动静都没有 是啊 您都专门去找个他了 如果他不是真的想知 李炳元一死地 总得卖您个面子吧 要是万一李炳元真的不能再回特工部 那梁东哥这颗棋子 可就成了废弃了 放心吧 我自由啊 进来 老板 外面有位姓业的女士要见您 姓业的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啊 她还说什么 她说她是李炳元的太太 有要紧事要见您 是她呀 来得正是时候啊 你不用害怕 一会儿见了山田 今晚我刚才交给你去讲 多余的一个字都不要说 刚才 你向我诉苦说 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多么苦 这些虽然能够博得山田一点点同情 但这好该不该放你丈夫出去 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应该让他知道 你的丈夫是一个忠心耿耿为日本人工作 而不惜放弃一切的人 这才是终点 我明白了 谢谢你 邵老板 跟山田先生约好的 邵先生 我们所长在里面等您呢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正好也有事要找山田先生 我在电话里也跟山田先生说好了 是这样啊 那您快请进吧 嗯 好的 山田先生 您不知道我现在日子有多冷啊 我和秉原的妹妹 把所有的手势都给变卖了 才花了一点钱 租了一点小屋子 那我现在每天要自己去做饭 刷碗 买餐 洗衣服 就连出门都要跟他们一起去骑公车 我求求你 一定要求求我丈夫出来 不然这种日子 真是没放过了 是啊 山田先生 李炳元当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部主任 还真是没给自己捞什么油水啊 这一次她出了事突然洒手不管啊 这李太太他们日子也确实难过 说来我也愧疚得很啊 本来早就想过去 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的 可是我乱七八糟的事 是惨得我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李太太 对你的遭遇 我是深表通情 不过 你丈夫这个案子的案情实在太严重 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数啊 山田先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丈夫 他是忠心耿耿拥护大日本帝国的呀 好了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我一定会考虑的 你先回去吧 你出去等我吧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我跟山田先生 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那谢谢您了 你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要交给山田先生吗 对 对对对 这么晚妈妈也来打扰您 也不知道带什么号 这个是别人总要传进来的小娘娘 希望您能喜欢 李太太 你真是太客气了 不不 你喜欢就好 邵淑安知道这步棋走对了 只有救出李炳元 梁东哥这颗棋子才能顺利实施 而李太太的出现 给了她绝好的机会 谢谢山田先生 现在我跟邵老师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你们先出去吧 李太太这边请 我来我来我来 来来来来 这是下午我刚刚从宪命队拿到的通行证 是 不过 你要记住 有效期只有一个月 在月底之前 我会帮你拿到下一个笔件的 太好了 不过 这一个月就换一次 有这么麻烦吗 现在形势很紧张啊 能拿到就很不容易了 还有 你最近也要小心一点 别让咱们的货 在半路上被新四军 或者忠义旧国军截了去 好 明白了 山田君 这是您的那一份 说起来你这么能干 做生意真是取材了 你应该有更大的事业可做呀 我觉得 还是做商人比较单纯 只要大家都有钱赚 就可以永远做朋友 你们搞政治的就太复杂了 那明明是帮你的吧 你有时候还不得不 故意让他受点委屈 而你整天挂在口上夸的人呢 反而可能是你最想杀的人 所以我说数案啊 还是你最聪明 对了 我看你对李炳元这件事 一直很关心啊 我想问你 如果换作你是我的话 你现在会怎么做呢 我想我会有两个选择 说来听听 请恕我直言 现在这么半死不活地 把李炳元这么关下去 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这只会让我们 越来越骑虎难下呀 要换作是我 我会很快把她放 趁她对我的疾怨 还没那么深的时候 今天我带李炳元的太太来 不是想让她在你面前哭穷 而是我想告诉你 惩罚李炳元是没有错的 但是羞辱她的家人 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这只会显得我们太没气量了 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的老婆和妹妹都保护不了 这种羞辱和愤怒 是会化成极大的仇恨 为什么 完全是没 кли 这样子准备 然后我们见到